这两个朋友都问中国燃气的384 这个是Seline 她说384中国燃气停牌有什么影响 今早会复牌 她说应不应该持有地坊 她平均买入价是26.25 这个是Seline Apple问如果她急跌的话 是否一个买入的时机 长远你又怎样看燃气股的前景呢 刚才那位观众已经很长 好像很久之前买到20.25 对 应该是很久 现在还有赚 26.25 对不起 听到20 对不起 26.25 如果你看到因为这一宗意外事件 令到股价一起爆发 其实上方的空间 是说道理架位置由$30至$28水平掉下来 其实要一下子短时间收报 是比较困难 因为燃气的行业本身不是增长的股份 即不是增长行业 本身是公用股 所以慢慢收复跌幅其实挺困难 譬如你不要说这个位置 你看看在4月中期下跌 离口低开 那个离口到现在都未能修复过 而且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阻力位 所以你说它是否真的 第一个问题是否现在离开 我觉得今天无论如何 可能都有少许的机会有些反弹 但可能去到$25顶楼 都会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我觉得建议你不妨在这个位置 24个月或者贴近$25项楼 考虑放一放 止一止蚀 或者先困住 是 即是先沽紧一点 是 那你说是否买入机会 正正刚才的答复 我想现在来说 你买入是有些很短线的 很窄幅的反弹 你说它再挑战上去$26、$27 即是去到昨天的高价 最高位 其实可能需要好一段时间 慢慢收复 这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月 所以我就愿意 因为这些不是增长行业 而是公营行业 以公营行业来说 经历过一个这样的大幅下跌 而本身内地经济下半年的增幅 一定在放慢 因为是基数问题 所以我认为 这么有耐性等的股份 可能不如将你暂时 一些资金或眼光焦点 放在其他行业上 明白 因为Celine刚才说的 $26.25入市的投资者 她有$1600股 那里也有八手 可以听Reed的建议 就是分段放 再等待一些机会 或者再想想如何部署 她会听到 那是新闻的 她会听到 她会听到 那是新闻的 这一回事 那是新闻的